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婚一素一孤 下面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讲解 首先是多彩的生命世界 我们知道在地球表面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这些生物形成了生物圈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云南的一名幼儿园的孩子 画的一个生物多样性 我们这里能看出来有蘑菇 有树和有动物 比如说斑马 大象等等 那么其实在很多年前 瑞典的生物学家林奈 对生物世界进行分类的时候 他只分了植物和动物 现在我们的孩子们已经知道了 这里还有蘑菇 那么在《中国迥药》这本书里面 提出了生物的九界系统 这就说明地球表面的生物圈当中 主要包括九大类的这样的生物 我们看一下主要包括哪些呢 有动物界的 荣边生物界 还有骨细菌界 植物界 甲菌界 非细胞界 真菌界和真细菌界 这九个界的内容 那么在这里面 在动物界里 人作为高级的动物 是属于动物界 那么人类 要在地球上生存 只有先生存了 才能够提高 人类的生存质量 在这基础上 再达到人类对美的追求 那么人类 在地球上的生存 它最首先的一个 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民以食为天 这是老师要讲的 第二部分的内容 民以食为天 这个呢 是我中国的一个成语 最早呢 是记载于汉书 历史七传当中 这样写的 王者以民为天 而民以食为天 那这就说明了什么呢 就是人以粮食 为自己生活的 所细的主要内容 没有粮食 人类是无法生存的 说明食物 对人类的重要性 所以现在 全世界各个国家 都对这个粮食安全 非常非常的重视 这就是民以食为天的原因 那么人类 在地球表面生活 它的食物来源 是从哪来的呢 我们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知道是来自 植物界的生物 第二 来自动物界 第三 来自真菌界的 这就是我们人类 主要的食物源 还有药物源 这就我们所说的 一荤 一素 一菇 好 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 一荤指的是什么 一荤呢 指的是来自动物的食物 又称为肉类 在很久以前 原始社会的时候 人类最早寻找食物呢 有一种方式是手炼 通过打猎 把这猎物取来以后 吃它的肉 比如在一些北部 像我们国家的内蒙古 拜诺尔蒙 有一些研画 在这研画上 就有这样的一些图案 人手炼 大陆等等 这样的图案 这就是我们最早的食物 从动物 得到食物的一个例子 那么后来呢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人们逐渐对这个动物 捕获动物以后呢 对它进行训养和养殖 这样发展成了 现在的叫畜牧业 好 那我们吃的一些肉类 有哪些呢 大家知道有鱼 还有牛 羊 猪 甚至现在可以养着一些虾 还有海参等等 这个来自动物界的 这个食物种类 也是越来越多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婚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其实也是离不开 这个一婚 比如说我们吃的鱼 还有牛排 还有肯德鸡 大家都吃过 这都是来自动物界的 这样的食品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移宿 移宿是指来自植物界的食物 这里包括我们日常吃的主食 比如说白面 大米 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 以及蔬菜等等 我们日常的主食 大家知道 我们经常吃的馒头 面包 米饭 这都是来自植物界的 还有香蕉 苹果 桃子 葡萄 等等 来自植物界的 还有蔬菜 比如说大白菜 还有菠菜 豆角等等 这些呢 合在一起 我们管的叫移宿 移宿是指的 来自植物界的食物 那最后一个 移宿 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移宿是指来自植物的食物 同学们看看这些 在我们的食堂里也能吃到啊 比如说 这个中间这个 这是永虫草的子座 通过用水焯以后 拌成了凉菜 还有这样呢 是块菌 在欧洲被称为黑色 黑色钻石的 这样的一个 珍贵的食药用菌 还有下面的这三道菜 都是我自己做的菜 有羊肚菌 炒青椒 还有小黄膜 还有冻菇 炒鸡蛋等等 这就是说 蘑菌 蘑菇 已经进入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成为了我们饮餐中不可缺少的营养来源 这就叫一菇 是来自菌 是来自菌木的食物 好 我们再看看我们学校的食堂当中 有的一些蘑菇里的菜肴 或者是做出来的一个营养餐 第一个叫鱼粥畅碗 这个听着有非常丰富的中国文化的内涵 富有诗意 那么鱼粥畅碗 这道菜里面 它里面主要有哪些蘑菇呢 这里有猴头 还有竹孙 还有杏鲍菇 香菇等几个蘑菇 利用这些食材 把它做成一个老人 带着香菇的这样的草帽 并且披着用猴头做成的缩衣 在江边 在江水当中进行 捕捞很多的鱼以后 再回家的一个喜悦的心情 那么这里鱼网 也是来自我们的蘑菇啊 是竹孙的网状裙子制成的 好我们看第二个 包谷满昌 这是第二个菜肴 那么包谷满昌里面呢 主要是以杏鲍菇 这是一种蘑菇 用杏鲍菇为主要食材 再和其他的植物类 动物类配合 这样做成的 这主要是代表人们对丰收的这样美好景象的一个向往 所以叫包谷满昌 第三个叫学服六君子 这就是说 其实比喻的是我同学们呢 在学校勤奋学习的学子们 那么既然叫学服六君子 那这里面有六种蘑菇 哪六种呢 我们看一下 有竹孙 还有杏鲍菇 金针菇 华子菇 香菇 和猴头菇 把这些蘑菇 组合在一起包成的汤 这个叫学服六君子 所以我们吉林农业大学的学生们 在我们的食堂就能品尝到这么好的 义菇 义菇类的营养餐 还有这是最新 我们驯化栽培的一种特殊的蘑菇 叫果味菇 就是说这个蘑菇呢 它就有水果的味道 那么我们用它包成的汤 也是非常鲜美可口 还有灰肉红菇 这也是一种蘑菇 并且它是福建地区的 一个非常受老百姓欢迎的一味食药用菇 并且一般把它和鸡肉一起炖熬以后 有非常好的补养的作用 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饮餐文化当中 从南到北 从西到东 都有着自己特色的各种各样的蘑菇类的菜肴 这就是著名的一菇 那么这些蘑菇类的菜肴 它的来源 我们可以笼统地称它为菌类作物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菌类作物 大家看 这些图片都是蘑菇的图片 好看不 非常的漂亮 丰富 多彩 那么世界上呢 共有的菌物的种类 根据科学家们的估计 大约有150万种 甚至有的科学家说 有510万种 那么咱们的人类已经认识多少呢 仅仅是其中的7万种左右 恰恰是在这丰富的菌物资源当中 我们不断地去探索研究 这些菌类 这些蘑菇类 然后呢 把它进行云种驯化来进行利用 其中就包括了我们日常使用的很多的食用菌 那么这些蘑菇类分类的时候 也是遵循生物分类的这个层次 界 门 钢 木 科 鼠 种 那么按照这个分类的层次 我们的菌物 应该包括哪些类呢 菌物这个概念里面 包括原生动物界的这四个门的生物 还有甲菌界的三个门的生物 以及真菌界的四个门的生物 统称为菌物 那么真菌界当中 子囊菌门和担子菌门的 这两个门中的一些物种 个体比较大 我们通过肉眼就很容易看到的 这样的一些菌类呢 我们管它叫蘑菇 好下面我们共同看一下 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菌制的内涵和磨制的内涵 首先看一下菌制 对这个菌制的解读 是中国工程院的鲤医院士 对它进行一个解读的 菌制呢 分为两个部分组成 有草子头和下面的菌制 草子头呢 代表着这一类生物 是不能活动的 像植物一样的 这样的生物 下面的菌制呢 代表着一个圆顶的粮仓 那么根据李院士的解读 他认为 古代的先人 似乎在暗示着后人 人类的另一个食物和药来源 就隐藏在这个菌类当中 所以在这个图上 我们也看到 在它里面隐藏着很多菌类的食物源 这是对菌制的解读 好 这个摩字呢 是我们学校的图利古尔教授 解读的 摩字 把它拆开以后 它是由四个部分组成 我们看最上面 也是草子头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着广袤无垠的草原 也就是说 我们在广阔的草原上 能找到这样的一些生物 就是蘑菇类 其中有林字 这林代表什么呢 代表森林 就是说我们的蘑菇 还生长在茂密的森林当中 还有石字 石代表什么呢 代表着山卵 有的菌类是生长在石头上 那么把它们三个合在一起 就代表了整个自然界的 不同类型的这样的生态环境 这就说明蘑菇 这类生物呢 它的分布是极其广泛的 这就是对摩字的理解 好 那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 刚才我们提到了菌物 菌物这个概念 它包括的种类比较多 它的外延比较大 菌物里面呢 包括蛋子菌和子囊菌 那么蛋子菌和子囊菌当中 个体比较大 我们肉眼能看到的这样的呢 种类我们叫蘑菇 那么蘑菇当中 我们已经人工驯化栽培 有的甚至是大规模的栽培的种类 我们称它为菌类作物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菌类作物的定义 首先了解什么叫作物 作物是指 直接或间接为人类的需要 而栽培的植物 所以作物它是和植物 它俩是有着密切的联系 俗称庄稼 并且在中国古籍中 称它为核家 或谷 那么菌类作物指的是什么呢 菌类作物是指为人类需要而栽培的蘑菇 或者是菌类 主要用于食用或者是药用 甚至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有可能拓展到更多的其他的领域当中来进行使用 这个就叫菌类作物 下面我们看一下 丰富多样的菌类作物 第一个图 同学们说非常熟悉 对 是木耳 在2021年 我们国家的习近平 他提出小木耳大产业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菌类作物 第二个是银耳 也是一种胶脂菌 有大规模的栽培 第三个大家应该认识吧 是什么 对 是灵芝 它既可药用 也可食用 灵芝 在中国人们的心目中 它也代表着吉祥如意 下面这个香菇 同学们更知道了 在咱们食堂很多菜肴当中都有香菇 下面这个是草菇 这个草菇主产于南方 我们东北地区栽培的很少 最后一个 这个叫竹孙 这竹孙又称为蘑菇界里面的皇后 为什么呢 它有白色网状的裙子样的结构 大家还记得刚才老师提到的 吉林农业大学的一些营养餐里面 有一个叫鱼舟畅碗 鱼舟畅碗的这个鱼网 就是用竹孙的这个网状的结构做成的 我们再看看还有哪些呢 鱼类作物 评估 这个评估 大家在校园当中散步的时候 在一些树桩上 其实在秋末的时候就能发现这评估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蘑菇 也是一种食药用菌 并且这评估呢 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栽培也比较早 并且它的使用是非常普遍的一个菌类作物 第二个是玉木尔 这是我们吉林农业大学的专家 培育成功的新品种 并且目前的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也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一个菌类作物 大球盖菇 它的菌盖的颜色上是紫红色的 非常漂亮的一个菌类作物 还有橙黄色的那个 橙黄色的这个菌呢 叫永虫草 它的野生状态 它主要是长在一种昆虫的永上 那通过人的凶化栽培以后呢 现在我们可以用麦粒 或者是大米都可以培养它 这样我们可以使用它的紫座的部分 这个紫座的就是金黄色的这个部分 在超市都能买到 下一个呢是养肚菌 这养肚菌呢 早期的时候它的栽培是非常困难的 经过科学家们的公关 钻研最后终于栽培成功 并且现在也是成了广大消费者 非常喜欢吃的一种菌类作物 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个 这个叫灰树花 像花一样灰色的花一样 所以叫灰树花 这灰树花呢 也是非常珍惜的一个食药用菌 你在灰树花树培成功之前 眼外找到灰树花是非常难的 如果找到也是偶尔找到一种 再想找另一个就非常的困难 那么现在呢 通过菌屋学家们的研究 把它成功的人工栽培 成了非常好的钥匙同源的一个菌类作物 好 我们到这为止 把第三部分菌类作物讲完了 那么这些菌类作物的内部结构 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等一会儿接着学习蘑菇的结构 同学们 刚才我们讲了蘑菇的结构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下面的这几个蘑菇的一些特点 先从香菇开始 这就是刚才提到的菌类作物香菇 香菇 在它的结构上 我们说蘑菇 它有菌盖 还有菌饼 对吧 有的蘑菇还有菌环和菌托 但是香菇是没有的 它只有菌盖和菌饼 菌饼 那我们可以把它拆开 你们看一下 这个菌饼和菌盖之间是怎么连接的 拆开了 是吧 你看 这是菌饼 这是菌盖 那你们再看一下菌盖里面有什么 一片一片的 对吧 那个叫菌褶 菌褶 菌褶 这里面有一片一片的 是菌褶 那它的包子呢 就长在菌褶的两侧 我们可以把它再掰开 这个菌饼先放这 你们看这个 这个是菌褶 菌褶 菌褶 就是它的包子呢 是在它的两侧长 我们只能在显微镜下能看见 对吧 香菇 在我们吉林农业大学的食堂是有香菇的 对吧 对 吃过没有 吃过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这个是香菇 再一个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 叫什么来的 菌褶 对 菌褶 菌褶和香菇 它俩就结构上不太一样 对吧 它的菌饼和菌盖特别明显 那它连在一起了 对不对 它连在一起了 你想把它菌饼给它拿下来拿不了 对不对 这是菌褶的特点 嗯 那在这上你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 能不能看到菌褶呢 对 有没有菌褶 有 这一片一片的就是菌褶 那么这菌褶 它的包子 同样在菌褶的两侧 嗯 那我们用什么方法能看到包子呢 显微镜 显微镜下能看见包子 这个苹菇也是 我们老百姓经常吃的一道蘑菇 对吧 苹菇炒青椒 很好吃 苹菇炒青椒 这是苹菇 我们看还有哪个 再看这个 这个叫海鲜菇 海鲜菇 对 有海鲜的味儿 海鲜菇 你们看 那么这海鲜菇的特点 它的怎么样 什么比较长呢 菌饼长对吧 菌饼特别长 那在菌饼上有没有菌环呢 也是没有菌环 对吧 没有菌环 那它的菌盖在哪呢 你俩把它菌盖给我看一下 哪个是菌盖 菌盖 对了 这个像帽子一样的结构就叫菌盖 这个是菌盖的部分 所以它有菌盖和菌饼组成 那你再把菌盖给它拿下来 它里面有没有菌褶 看有没有 有 有菌者对吧 看到菌者 这个呢 叫海鲜菇 这都是咱们超市里有卖的 这个食用菌 我看还差哪个呢 这个 这叫什么 这就是老师在讲课中提到的灰树花 灰树花 灰树花 它也是一种蘑菇类 灰树花 但是你们拿着看一下 它有没有菌褶 它在灰树花上 你就没法分开它的菌盖和菌饼 对吧 不明显了 那这上 能不能看到菌褶呢 没有 没有 那你仔细看 它会看到什么呢 是不是有一些小孔 仔细看 有很多小孔 对吧 所以说灰树花它不是三菌 和三菌不是一类的 它是没有菌褶的 但是这灰树花呢 它富含营养 营养成分非常高 并且呢 有很多活性物质 在里面 在里面 比如说像一些栽类成分 多糖类成分非常丰富 我们吃灰树花呢 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免疫能力 并且特别好吃 这是灰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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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 因为你们都是吉林农业大学的学生 那这个玉木耳 这应该是很熟悉了 对吧 玉木耳是 咱们学校的专家培育的新品种 玉木耳 把它泡开以后 用开水焯以后 拌凉菜吃 或者是做成各种汤 也是非常可口的 美味 它像黑木耳一样 是成胶纸状的 必须把它泡开 所以在这上你们看 它还是比较硬的 对吧 这上你能不能看到菌者呀 没有 对吧 它没有菌者 但它同样还是弹子菌 它的弹子特别特殊 等你们以后有机会到实验室 可以在显微镜下看 这个很特殊的 它的弹子 这是玉木耳 玉木耳 好 我们再看看最后一个 这个 这个用手摸一摸看一下 看 是不是比较硬 这已经干了 已经干了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中药 三黄 三黄 在古代的本草著作里记载 它可以治疗肿瘤类疾病 肿瘤知道吧 这样的疾病的 这三黄现在已经能够人工栽培 那你们看它有没有菌者呢 它也没有菌者 没有菌者 但是有菌孔 就是它这个有小孔 有菌孔 所以说这个 这是三黄的子尸体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食药用菌 它新鲜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菜吃 但是干了以后 或者完全这个长成了以后 就稍微变得硬一些了 那时候它是能药用价值更高的 是这样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数一数 一共认识了几个蘑菇呢 一个香菇 对吧 香菇 第二个呢 瓶菇 对 瓶菇 第三个 海鲜菇 第三个 第四个 灰树花 对灰树花 第五个 玉木 玉木儿 对玉木儿 第六个 三黄 三黄 咱们一共学习了这些 所以以后呢 你们有业余时间 在校园里散步的时候 关注一下咱们的树林里面 草地上有没有蘑菇 如果有 你仔细观察一下 它有什么样的结构 对吧 嗯 多认识一些蘑菇 因为这个蘑菇 不仅是有 药用 食用 这些价值 还有美化环境 给我们的心灵 带来愉快的 对吧 它的形态特别蒙 所说的 还有没有问题 同学们 这是黑木儿和黑木儿 这是都一样吗 它和黑木儿是物种上是不一样的 黑木儿是 黑木儿是 Auricularia Judy 是吧 或者是现在的拉丁名是 Auricularia黑木儿 但是它是 毛木儿的白色变种 明白了吧 毛木儿是另一个物种 嗯 也可以使用的 嗯 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做菜吃的 这就是和金针菇 不一样 嗯 和金针菇是不一样的 金针菇它的菌饼比它还要细 很细的 它的菌盖也是很小 对很小很小 它是不一样 这个叫海鲜菇 嗯 同时看这个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啊 所有的这些蘑菇类 它的组成上 它的细胞多数都是 线形的菌丝 菌丝细胞 不像植物的 有各种各样的 方形的 或者圆形的这些细胞 这个蘑菇的主要是 长条状的菌丝细胞 嗯 别看它长的多种多样 它组成的菌丝细胞 形态上很相似的 嗯 并且都产生孢子 那你们说一下 灰树花的孢子 会从哪儿产生呢 灰树花的孢子 从哪儿产生 嗯 像它的从菌褶上出来 灰树花从哪儿出来 嗯 对 它是有孔 从了孔里出来 包括它也是 有孔 从孔里出来 嗯 是这样的 嗯 好 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 嗯 嗯 嗯